今天來到 DJI 橫樓灣的旗艦店 大家看看後面 這就是上層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剛剛DJI 公佈了一部令人震驚的 Osmo Pocket 所以今天在香港正式發佈和大家見面 這支防震鏡頭 大家都看到很細小 放在我手上 我拿著的時候差不多遮蓋整部機 除了細部之外 功能都很不錯 因為我們有拍檔購買了 我們買了之後那支 我才慢慢找上專員 和大家一起攪拌一攪 但現在這一刻 我就和大家有一個基本聽說 大家看到這支 Osmo Pocket 剛才都說過很細枝 除了細枝之外 其實功能都非常不錯 但今天呢 因為它要配搭iPhone 才可以比較呼吸 所以今天我就不和大家試 大家都知道我是反平的 我沒有太瘋 但我覺得比較特別 就是前面的Touch Screen 大家看到這個Touch Screen 可以操控 操控得來呢 大家可以看看 剛才我拍摩的影片 直接拍摩的影片 好像是相片 在哪裏找些影片回來 有了 有影片了 我認真說 我覺得這個Touch Screen 是真的給我很大驚喜 為甚麼呢 因為我原本預計 這個螢幕無論質素 和反應都是一般的 但現在大家看到 質素其實是非常好 真的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 當然是除了細枝之外 還有我現在這一刻 因為室內 我們都未試到 很多好光的時候 它會不會不夠光 這個我們稍後 借化的事 給大家試 現在這一刻呢 我看到那個顏色 細枝度其實都很好 另外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操控的 大家可以看到 都很順暢 非常之簡單 也很直角化 因為全部都是左撥 右撥 上撥 下撥 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另外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有兩個按鈕 這個就是錄影或拍照按鈕 看看有甚麼模式 這個就是模式 模式 模式模式 比較簡單 按一下 就是視頻和拍照的按鈕 大家可以看到我 因為鏡頭向著我自己 如果我不是自拍 按三下 快點 大家可以看到 鏡頭會向前 另外按兩下 就重新自中 因為當你一路動 鏡頭有時候 不是自中 另外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它內置已經有這個 檢查 即是認到你的臉 已經可以跟著你的人 動了 對於很多 尤其是YouTuber 來說 其實這個功能都挺好的 就是這個功能 另外 如果連到應用程式 就會有很多功能 例如它自己 開發有個 Story 功能 我們回去再跟大家試 這裏 我想把它打開一點 這裡 打開了有幾個接點 這個接點可以幫你插有些配件 有Dial 或者是有些可以插手機 下面有一個 T-C 位 T-C 位給大家可以看到 插了一個 Wi-Fi 當告或者充電 這個 X10 的能力是很強的 因為它有很多功能可以外置加配件 認真說 大家都知道 這支 Osmo Pocket 很便宜 但配件也說明有相當的價位 如果需要的話當然要買 旁邊這個位置就是插Micro SD 就是這樣 今天跟大家上手試看了這麼多 我們之後的客戶到貨的時候 我真正找了RUNSign 和大家 很細緻的RUNSign 這部機的相片是如何 我會不會讓你入口感 我們會不會一見 我們一見 senhor memphis 你見面 我去找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